買電器不用左度右度 去阿柏電器吧 多款創新多功能名牌相機 高清3D立體電視 藍光影碟播放機等等 多款全城至潮的電子產品 還有隨時隨地都可以幫你鬆骨的 Panasonic專業按摩椅 都盡載阿柏電器 阿柏電器位於列治文山時代廣場 Unit 78至79 及萬鎮市太古廣場地庫Unit B36 順月之選科技之王阿柏電器 歡迎回來第二集的晚間新聞 香港方面 國泰航空兩名香港籍的空姐 以及一名馬維西亞籍的空姐 星期五晚 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遇上車禍 其中一名香港空姐死亡 另一名香港空姐及馬籍空姐都受傷 國泰航空對事件感到難過 已經派員到當地協助 而香港入境處 亦都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以及中國駐約翰內斯堡總領事館 了解事件 轉看另一則香港消息 兩批示威者在昨天七一遊行結束後 在中區集會一度阻塞道路 警方最後腰武力升場 其中一批示威者突然衝出馬路 險象横生 干磨道中 內匯線更加一度全線封閉 癱瘓中環交通 在晚上10點半左右 郭巴明原本在中環 和皇后大道中長江中心對開的示威者 突然衝向立法會 其在路中間的戒備警員 沒有阻止示威者衝過馬路 當時一架巴士正迎面駛離 馬上殺停 他們跑到剛落道中後 躺在路中心堵塞馬路 往上環方向的一段剛落道被迫封閉 事出突然在皇后大道中 佈防的警員立刻趕去增援 有示威者企圖拉開鐵馬 和警方對峙 有示威者跌在地下 期間有人突然衝向對面行車線 干落道中 內匯行車線被迫封閉 示威者一度佔據立法會 和大會堂對出的一段干落道中 交通一度全面癱瘓 等了個幾鐘 仍未通車 乘客和司機都不耐煩 警方最後指示車輛擾道離開 有示威者手牽著手躺在地下 警員開始清場 逐一將示威者抬走 清場行動直到凌晨2點多才完成 剛落道中來回線重開 ROW TV 旅展日報導 另一批示威者 由灣仔走到中環中銀大廈對外 和警方推撞 期間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多名警員及示威者被噴中 原本留在修頓中心對出的 軒尼斯道正座的 過千名人民力量成員和遊行人士 在深夜遊行到中環中銀對外 繼續集會 他們手翹著手 部份人更加坐在路中心 警員捉起人典戒備 示威者突然衝上前 企圖衝破警方的防線 雙方推撞 警方拉起標語 呼籲示威者停止 但不成功 於是施放胡椒噴霧 多名警員及示威人士都被噴中傷眼 示威者情緒稍微平靜下來 配備盾牌和頭盔的警員 排起多重防線 部署清場行動 部分示威者在深夜後陸續離開 凌晨過後 示威者仍然佔據皇后大道中 警方約凌晨1點多展開清場行動 大約100名示威者 由警員逐一抬上警車 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警方表示 今次清場行動 拘捕了228名示威者 當中有52人保釋後查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 批評警方濫用警力 但警方否認 強調他們的表現很克制 還批評示威者的行動 破壞了香港社會的秩序和安寧 有必要採取行動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 建議警方 日後10批示威申請的時候 要加入考慮 申請機構過去的紀錄 示威者以激烈的行動 去表達不滿令人難以接受 應該受到譴責和制裁 今次兩批示威者 堵塞多條的主幹線 部分路面要封閉超過7小時 中環的交通陷於癱瘓 影響的範圍是近期最大的一次 有學者就認為 示威者正在測試公眾的容忍底線 要小心公眾 會由容忍變成反感 學者希望 示威者若在今個月中 趁立法會二讀替補機制的時候 再包圍立法會 應該要顧及公眾和自身的安全 ROW TV 雷戰日報道 昨天的七一遊行 大會只有超過20的萬人參與 泛民要求政府回應市民訴求 立即撤回替補機制 他們亦呼籲其他立法會議員 盡快表態反對替補機制 並計劃再發起抗議行動 大批市民七一上街 大部分都針對政府提出的替補機制 剝奪市民基本選舉權利 泛民認為 七一遊行 反映市民的憤怒 已經到臨界點 要以行動表達不滿 提捕機制的有關條例草案 將會在本月十三號 在立法會大會上恢復議讀辯論 目前 表明會投反對票的議員 共有24位 仍然撐6票 才夠過半數否決草案 泛民呼籲市民 繼續向政府及議員施壓 不過 在功能組別 首持三票的自由黨 就表示 未作最後決定 而泛民就計劃 在本月十三號 立法會就替補機制 恢復議讀及三讀表決當日 發起包圍立法會行動 希望迫使政府撤回方案 對於示威者 有意在表決當日 發起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立法會主席曾鈺誠相信 有能力應付 而行政部已召集人 梁振英就認為 政府仍然有時間 提出新方案在座討論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遊行 政府表示聽到市民的聲音 但是 備受爭議的替補機制 有沒有機會撤回 行政部已召集人 梁振英就認為 仍然有時間討論機制 但是他表示 去年 立法會議員5區請辭 社會明顯認同 不應該浪費公帑 進行這類補選 所以政府要提出建議 堵塞這個漏洞 另外 對於泛民計劃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條例草案當日 包圍立法會抗議 立法會主席曾六成州認為 立法會有經驗處理 而民建聯的譚耀宗就認為 激烈及衝擊性的行動 對社會來說是沒有好處 那不僅會影響自己 亦都會影響其他人 他認為 應該以理性和和平的態度 去爭取訴求 兩名內地孕婦 懷疑利用假醫生子 在香港醫院登記預約 被落案起訴 案件押後至下月十二日審理 兩名33歲及39歲的內地孕婦 早上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指他們在上個月的29號 以偽造的醫生子 到瑪格列醫院 預約分娩登記 原方發現醫生子上面的電話是虛報 而涉及的兩名醫生 亦都表示 沒有向他們發出過醫生子 兩個人無需答辯 安檢押後 兩名孕婦要求保釋 但法庭拒絕 還押懲教處看管 WOW TV 雷智日報道 暑假將事 部分學生將會畢業投身社會 但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和學歷 找工作變得困難 由機構舉辦招聘會幫助他們 32間公司參加這個招聘會 提供超過2,000個空缺 其中一份保安員工作 人工比較高 每月有1萬3千元 而其他空缺的月薪 普遍有6,000到8,000元 而工種就以零售等服務行業比較多 負責這個招聘會的機構表示 今年大學生越來越多 加上實施了最低工資 雙低青年 即是低學歷、低技術的青年 可以選擇的工種越來越少 最近一、兩年 雖然香港整體失業率持續改善 但青少年就業問題仍有壓力 15至24歲的失業率 仍高大9.6% 機構希望透過改辦招聘會 協助改善青年的就業問題 中國方面 中國商業系統紅十字會 涉嫌以紅十字會之名 從事商業活動 中國紅十字會發表聲明宣布 暫停這個機構的一切活動 而國美美事件引發民眾對商業系統紅十字會的種種質疑 仍然未消除 20歲 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國美美 在微博上發佈自己奢華生活的相片和留言 引起網民的廣泛討論 事件令人質疑身為慈善機構的中國紅十字會 有沒有濫用由公眾所籌得的善款 事件在上個月底曝光之後 中國紅十字會高度重視事件 線後三度發表聲明 和國美美劃清解線 否認國美美在機構內擔任商業總經理 又報道表示 警方已經開始調查事件 而在昨天中國紅十字總會再度發表聲明 明確指出該機構和涉及國美美事件的 中國商業系統紅十字會 只有業務關係 中國紅十字總會平時不會參與該機構的行政 人事和財務管理工作 中國紅十字總會會邀請審計機構 除了調查商業系統紅十字會 至2000年成立以來的財務狀況 也會徹底調查這間機構平日的運作 在調查有結果之前 中國紅十字總會會暫停商業系統 紅十字會的一切活動 聲明中並沒有解釋 暫停該機構一切活動的原因 ROW TV 雷智玲報道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取問和天氣消息 小廣告 多多,多多 幸好 聽我高興 說話到好一點 媽媽哥 月蘭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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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明治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先是好男人 離繁華不遠 離大自然很近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7月9日公開發布 歡迎回到一節的晚間新聞 暑假中節 很多父母都會在這個時候 買新衣服給自己的小朋友 在歐美國家 不少父母都喜歡買名牌服飾給子女 而一些明星的子女 更加成為同齡而同的時尚指標 明星不僅會自己引領時尚潮流 就連他們的小朋友 亦都成為童年人爭相綁效的對象 好像荷里活男星 劏告老師的女兒小蘇瑞 以及碧咸的第二個兒子羅密歐 雖然年紀少少 但是就已經穿上由著名設計師訂造的衣服 他們也因此成為很多同齡兒童心目中的時尚偶像 據一項對1040名英國父母的調查統計顯示 兩歲左右的小朋友裏面 有四成的小朋友會穿著時尚設計師特別設計的衣服 更平均每個小朋友擁有150多件各種服飾 價值大約1,700英鎊 即是大約2,600元加元 而小朋友所穿的鞋就價值190英鎊 即是大約290加元 而一些受訪家長表示 他們在過去一年裏 買給小朋友的衣服就多達60多件 其中大部分的衣服都只是穿過一次 他們的爸爸媽媽承認 見到明星的兒女穿得這麼漂亮 他們都想將自己的小朋友打扮得好看一些 而據說 一些爸爸媽媽每年會大約花費764英鎊 即是大約1,100加元 為小朋友添置新裝 他們的爸爸媽媽說 之所以這樣做 一來是認為給小朋友跟貼時尚沒什麼不妥 而二來就擔心小朋友穿得不夠漂亮的時候 可能會遭到同輩的嘲笑 接著看看多倫多的天氣 天時室外溫度下28度 春每小時24公里的西南風 今晚最低溫度VDG19度 再看看多倫多未來的天氣預測 今晚的晚間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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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